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天寒地道 有什麼好得過吃燉品 有一家叫大德燉品 前面 好厲害吧 我們是來一個網絡的美食節目 聽說這些燉品好吃 所以特地過來光顧一下 謝謝你還要做這麼漂亮的視頻出來 都還沒拍 都還沒拍 都還在拍攝 這麼地道的東西 有你們支持很開心 謝謝老闆 有什麼好多年了嗎 35年 因為在大德燉開 所以叫大德燉品 威了 是能夠做到最傳統 最有領藍特色的湯 還有飯 是給港大市民分享 是很開心 很會說話 老闆 你剛才說的是領藍特色 領藍特色的燉品的湯水 是怎樣的呢 是包括很多東西 好像春夏秋冬 我們的領藍特色 蠔絲線 魚腥草 雞骨草 是這些比較適合我們領藍的 因為每一個草類 是經過我們領藍的草先 這麼多人實踐 還有品償 能夠維存下來 至今讓我們用 這個是我們領藍的湯 有什麼推介 對 很多啦 這麼多東西 每一碗湯 三十幾個湯 三十幾個味 燉出來的湯 是不同 才叫燉湯 不是說每一樣東西都是味精水 不好吃了 這兩樣東西見人見智 是品償了以後 是她答覆 不是我答覆 用什麼羊胎盤 是羊胎盤 這個是女士之寶 不怕我們也有個女士 我們這個 沙基這個女人 其實 達達 達達女人 不是的 是我很開心的 先愛過 先愛過 羊胎盤 是 你吃的 做個牛邊 好啊 一定是正 蠔子 蠔子水石 更加正 好 就三個 就三個 這隻鏡 即是那些不是舊店 它不會用鏡子做招牌 都很多年才會有這些 上那些不用我講了 大肆招牌 鳳寶街 是佛家 大肆寫的 很多謝她 上面那部分是張標 也是很感恩她 跟我寫得這麼好的字 特別是一副對聯 大業進城 長樓盒 得真優質 領罪牌 所以我愛她的招牌 所以我答得太大 每一個客人吃到 是很開心 很開心 用錢賣不到 這邊更厲害 就是這麼大褲 即是我都開放在一起 蒸的一個大蒸籠 現在在這裡 生意有多好啊 你說 你看一些是 你的褲子走開 好 看著 嘩 嘩 嘩 這麼多人吃過 對 這麼多人 嘩 嘩 嘩 這邊是很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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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坐著先 走 嘩 嘩 這些樓梯摸得頂啊 又是舊屋來的 站的 靈寫站的 看著 就是這麼窄 胖一點也上不來 一轉過來這邊 小小卡 二樓瓦座 別有洞天 這些就是舊屋 以前我住得正宗的時候 我婆婆的家就是這些 上面就是角樓 下面就是住人 對嗎 我咪七七 好 來 這個牛鞭 我的 我的 嘩 嘩 嘩 吃牛鞭怎樣啊老大 便便有力 還要舒服到極 這個人生的一大樂趣 是嗎 嘩 這個羊湯鞭正 你看看 養血 女士之寶 補顏 養血 越吃越漂亮 蝶子呢 蝶子清熱解毒去膝 嘩 吃越不舒服 做好每一件事 那些顧客來吃是開心 你們來吃是開心 用心去做一件事 三十幾年 其實很快樂 比市民吃得這麼地道 這麼傳統 而且這麼有風味的 等套等法 其實很自助了自己 很開心 好慢慢 慢慢點頭 點頭 那我這盤呢 就必然是牛鞭 對吧 同樣是牛鞭 在這裡都吃過很多次 但是這個給了我最大的感觸 就是說一不起來 真的有這麼多 就是這個牛的內臟 這樣對著你那個狀態 你真的會幾開心 真的有這麼多 巴基道仲 下酒不可以一起煮 當那些重膠質的東西煮完之後 我喝完一口湯 嘴唇上下 馬上就黏住了 就覺得好像彩排層膏一樣 因為裡面那種 牛的氣官 它那些膠質煮出來之後 已經充滿了這個湯 所以你喝一口的時候 上唇下唇 全部都是膠質 好過癮 他跟我以往喝的最大的不同 味道會更加厚實 肉味 鹹味 會更加重 但是肉材會更淡 所以 我相信它是跟裡面一招起來 都是這樣一招一招的東西 是有莫大的關係 始終你那句話 一吃到這些器官 就是怕它有一些不開心的味道 看看它會不會 不要那麼噁心 吃吧 沒有怪味 拿著它 好有口 陳真,你那個是什麼 蠍子 簡單點明白 清甜 潤 很抽象 但你那個是什麼 羊胎本 簡單點明白 挺好喝 還抽象 這些具體好多 陳道理學一下人 你真是 搭搭這一盒 就是羊胎本 也是我最有壓力的東西 你吃牛鞭 我吃過沒什麼壓力 就是胎本我第一次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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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樣我喜歡吃的東西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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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我吃不到這個 紅絲綫煲瘦肉 老闆說法 就是中醫介紹給他 的一款東西 熬瘦肉 紅絲綫煲瘦肉 有兩聲乾咳 怎樣我最適合的 那我這些是煙產 大家都知道 紅絲綫是很重 藥材味的東西 我感覺到 但是 升了升了老闆 現在給了多少瘦肉 放大口水 放大口水 就可以中和很多 這款食材 沒有太大的食材 但是 就是耐何的功效 會比較吸引我 就是止咳 你會喝完 有時候 黨東人那種 對身體的鏡石 我覺得是沒得頂的 涼茶 煲湯 於是這些燉湯 天氣凍立 那個 縮下縮下 就吃回一些 根據自己身體狀態 吃回一些調理的東西 當然 我是知道 我不應該吃牛鞭的 因為我是醋底 沒有鞭的人 我最應該吃什麼 就是飲涼茶的人 但是好吃 是不是 補嗎 好嗎 我想澄清一件事 各位外地的朋友 我們廣東人不是什麼 都吃 我們廣東人吃每一件東西 都是有它的原因 以及目的 我們吃福建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離得近 沒有 還是要吃的 若食同余 就是吃這件 很古怪 很溜朗 不是吃的位置 但是試過有這個功效 為了我們身體好 處理一下 將它做得好吃一點 都要將它吃進口 這些不是廣東人的濫食 這些是廣東人的智慧 智慧 智慧 一生人在大德路 九五年拆了 就去到萬福路 萬福路 再去到喜爾路 喜爾路去余山市 余山市 就為了這裏 在這裏 我心目中 因為在大德路開道 很想找大德路 搞監 終於實現了 就近大德路 到海道一間 其實就很開心 還了自己的心語 為什麼搬來搬去 由於拆籤 這個最重要 好像以前這家人 九五年就拆了 喜爾路 就人一收回 所以希望 自己 繼續 加油 做好些事 因為自己喜愛一行 就做一行 心裏面做這件事 從踏入 父輩做飲食業 在他的飲食意識 說 喂 做多好啊 一做 愛了他 加上從農村回來 又是做這件事 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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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三十幾年 鬥鬥轉轉 鬥鬥轉轉 都是做這行 這個最重要 很開心 對每一個朋友 用心去對 只等一天出品 一樣 你就永遠永遠有長久 做好 成功 師傅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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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味道,更加足料 已经证明他是一个有炮话的人 最后,姚大秋,要吃完全世界的人